鬼鬼無印節今天舉行一年一度的生日會 會前與媒體見面時 兩位閨蜜李佳穎與安心亞都到場為她祝福 還送上禮物 三個人笑稱可以組成少女團體DOREMI了 這是新團體的出道照一定要出名 這個團體可能會出道叫DOREMI DOREMI嗎? 好了好了趕快謝謝你了謝謝你了 他們要去挑照片 我還沒有自我介紹 我是DOREMI 你要說大家好我們是DOREMI的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DOREMI 從今天8月11號正式開始出道 那我們今天出道明天就要解散了 生日願望就是一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多長 我的智慧可以變得越來越好 就是長智慧 然後第二個希望我最近想要演的角色可以選到我 因為原本想要許一個什麼世界和平啊 什麼大家賺錢 我覺得這有點稍微有點太假太平常 然後第三個留給自己 好像有點流鼻涕 三位閨蜜感情好 但目前都單身 不過也大方爆料互相有在介紹對象 要把彼此互相推銷出去 不過過程也發生了一些糗事 我們都互相在幫互相介紹 然後他們最近去幫我物色了一個 對 然後說好像不是我 就是 剛好就是鬼鬼不在台灣 但是我們想要介紹給他認識的那個男生 剛好那天有空 所以我就約了欣亞說 我們先一起去幫鬼鬼 對 看一看這個男生好不好聊 如果不好聊的話 那就算了 對 然後去了之後 我們浪費了兩三個小時跟這個男生相處 還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作陪 然後他就一直在群組我們說 那覺得怎麼樣 好像還好 對 交流軟體吧 其實他們兩個私底下的生活 就是我們 就是沒辦法認識到什麼新的朋友 對 蠻無聊的 然後就是 要很用心的去尋找 對 然後我會問一些 我這邊身邊的男生的朋友說 有沒有蠻好的男生 然後千萬不要把他當安心呀 去遐想 也不要把他當成鬼鬼去想 就是 對 姐妹們感情好令人羨慕 也祝福Doremi能夠覓得好對象 更祝鬼鬼生日快樂唷 以TV新聞網採訪報導